大家好,我叫刘大胜 在几个小时前呢 川普发布了他上任以来对华最严厉的演讲 叫攻击性最强的演讲 这个演讲主要就是制裁中国 他上午的时候发推特 就发了一个词China 然后加个赶档号 就感觉就是感觉就跟要打架了 我看了看他的制裁的内容 就是他今天发布会上的内容 他发布会大概是前后十几分钟 说完了就扭头就走了 川普说什么呢 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这个信息来自于阴体 我看他的推特 他引体传媒嘛 引体他这个传媒搞得非常好 他因为他现在搞了有一种 有一种媒体的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非常好 他总结的非常好 我给大家读一下说一下 一呢就是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 就相当于不管是旅行了还是海关了 等等特殊地位 香港成为跟深圳上海中国的内地城市 一样的城市 第二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 就是美国宣布退出啊 相当于什么呢 呃台湾你也不需要加入了 没必要再加入WTO了 没必要没必要 美国都退出了 紧接着马尔别的国家也会退出 我相信很快日本的欧洲啊 欧洲就不一定了 日本应该也会 日本是肯定紧跟美国澳洲啊之类的 肯定退出啊 你跟那些那么非洲那些全国家 你搞什么卫生合作啊 有什么好合作了 第三取消相关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人的签证 什么意思呢 不是网上最近几天都在热炒吗 美国准备对3000个中国留学生 他留学签证准备吊销他们 因为他们是许多是来自中国军方的 军方背景的学校 说白了 美国人觉得他是间谍 有人会想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间谍 第一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的签证是他的主权 美国人只需要认为你是间谍就够了 明白 不需要证据 他可以没有理由把你遣返 没有理由在 他可以就跟美国签证了 他可以给你签证也可以不给你 这是他的主权范围 第四川普宣布要制裁某些中国官员和香港的官员 那相关的可能是签证制裁啊 财产制裁啊 都有这种嘛 第五川普强调中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 第六中国把一国两制搞成一国一制 那中国就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信任的伙伴了 不是叫不是叫伙伴就叫战略对手 第七下令白宫经济小组调查在美国中国企业不按规矩办事 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企业到美国上市啊 你们就是来圈钱的 你们的账啊都是假账 跟那为瑞辛咖啡一样都是假的 还有呢 你们不听美国这个相关机构的要求 因为你要对投资人负责嘛 你要说实话嘛 就是在股票市场 但是呢 中国的公司呢 不听话 美国要准备到他们进行搜查 说白了以后啊 中国那些概念股啊 京东啊阿里巴巴啊 估计只能去吃只能去香港了 在美国是可能没法上市了 没法圈钱了 他们在美国一圈那圈的都是美元啊 啥概念 到香港你就弄港币吧 因为港币以后能不能兑换成美元 都难讲难讲 香港以后会不如深圳的 我跟大家讲 真的 香港以后会连深圳都不如 香港的股票市场 他的企业超过一半是中国内地的企业 香港股票的交易量超过70%吧 还80% 是中国内地的企业 什么概念 香港本地的企业 就是说 香港这股票交易所里面只有20%或者说 他们的交易量是本地企业 完全香港完全完全就是中国的一个玩具了 没什么用的 我说实在的 美国宣布跟香港终止这个特殊待遇嘛 取消给香港的各种优惠啊 签证啊 各种各种的东西 说白了 从一个方面是要制裁中国 说得通 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 是美国是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香港 因为他跟香港已经 相当于断绝关系了嘛 他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香港嘛 没卖这个概念 因为他跟你断绝关系了 他他已经他已经知道这一步 中国已经把你变成一国一制了 那美国美国可能真的没办法 说实在的 美国也不能出兵 也不能战争 美国不可能派航母过去说 跟习近平干一仗啊 那不行了 那习近平要是干台湾 那美国可能派航母过去 那么干香港了 美国能吗 那不可能了 所以美国已经终止了这个贸易关系 跟香港的特殊关系吧 也可以说是放弃了香港 也可以这么讲 所以香港的未来注定一片黑暗 注定一片黑暗 注定的 我说实在的 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可惜啊 你说在1997年之前 香港的同胞啊 你们不跟那个不跟英国人要民主 你如果1997年之前 你跟英国人就有游行 你说我要民主选举 我要选当时的市长 当时还叫港独吧 你要说 你要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求民主选举 那不就行了吗 跟英国人要民主 那肯定比跟 共产党要民主强啊 就是说更容易啊 你看共产党是什么政党 不要说中国共产党 朝鲜哪都哪 苏联 东欧的那些波兰 东德 乌克兰 你看看这么多 古巴 还有越南 香港人你都没看到 越南离你们这么近 社会主义是什么样 那个社会主义体制 独裁国家 你怎么可能在那个国家要到自由呢 你在英国人的手里面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跟英国人要 要这个自由 要这个民主 你那妈跟他跟他共产党 跟他中国共产党 这种武力上台的 他都属于要造反上台的 香港人是你们出政权的 你跟他要民主 他他妈能给你吗 你想一想 当年中英谈判的时候 1982年 83年 英国人萨切尔本来不准备还香港 香港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我靠 这不是东南亚穷的地方 萨切尔说 英国可以还主权 但是治权要让英国人管 就是治理权 什么 结果什么 邓小平 共产党 一口否决 邓小平说什么 说 主权问题 不容谈判 知道吧 他他妈共产党对英国人都是这个态度 你想想他对香港会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他跟萨切尔想 如果香港不能够如实回归 或者说在1997年之前 香港出现了动乱 那么中国他就要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你英国人不还给我香港 我直接就打了 派军队进去了 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想 共产党对英国人都这样 你说他怎么可能给你香港人自由呢 给你香港人民主 所以 香港重令会陷落 无法回头 无法回头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 包括转发 谢谢 谢谢对了 还要感谢 有几位观众通过paypal给我赞助 谢谢你们 谢谢